这个时候,已经十点多了,应该不是这个时候 昨天的三四个小时前 我在淡水演艺厅的灯控室 然后准备讲这句话 欢迎各位来到第十三届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 由抖六高中温宁带来的表演 是的,我昨天晚上在淡水演艺厅 帮他们,帮我的学弟妹 抖六高中青楼剧芳 对,青楼 帮他们做announce 对,然后这是他们的表演 花样之所以让我不断地回来 就是他们提供了一个舞台 让我们在上面表演 而我们也不断不断地回来台北这个舞台 台北淡水 那这些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 他们办的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 那每年的七月会在北中南各地 会举办高中生的表演 也提供全台三十几位的高中生 有一个表演的场地正式的舞台 灯光影响什么都是正式的 那这个他们还会提供 每间学校四千块到五千块的赞助 帮助他们去做呈现 那因为他们是民间社团 所以非常需要帮助 那也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多了解他们 对 然后我会用一段影片来介绍我 过去做一些事情 我曾经在 我曾经在 我在2010年跟2011年的时候参加花样 然后这些是我们那时候的剧照 好像转场我有点跑不出来 对 好 还是直接放影片 就这样子 只有这样 好 好 好 没关系 那我就直接讲那个 投影片继续好了 这样也好 影片蛮长的 时间是六本版 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 我们有做过一出戏叫石梦的下一个是谁 花样他每一年会有不一样的主题 2010年的时候是梦想 2011年的时候是拯救地球 2012年的时候是社会正义 今年2013年 他们的主题是教育 对 那2010年的时候 我有参加他们的 2010年跟2011年我都有参加 他们的这个活动 然后虽然 我有参加戏剧 但是戏剧不等于演戏 而是 我做的是行政的工作 包括他写计划 拉赞助什么什么什么都是 这其实应该是下一张 应该是这个 这个就是 我们的剧照 然后 拉赞助这件事 让我学到很多 要去跟别人伸手要钱 然后帮助我们完成梦想 然后我真的很记得 第一次去拉赞助 我的朋友 他遇到店家的第一句话是 可以教你们老板出来一下吗 然后当下的反应 我就蹲下去 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 然后再跳起来说 不好意思 我们是抖六高中的戏剧生 那我们今年有一个表演 巴拉巴拉巴拉这样子 所以 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 忙碌了很久 在戏剧这一块做行政 做宣传行销 这样 还有印刷 拉赞助 好多好多 可是 我相信 这些东西 我在博雅讲台 The Mentor提到 老者多能 与人为善 我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东西 我获得了很多能力 也让我 现在有很多 机会 可以把更多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 当然在高中的时候 做这样子的事情 一定会被 阻挡 毕竟高中是要考学测的地方 那 我有一段表演 我想要表演给大家看一下 那天 我的英文 考了九十三分 是全班的最高分 爸爸打了我一个耳光 说我没有出信 他的女儿只能考一百分 他只有一百分的女儿 是的 我们的教育 告诉我们 分数是一切 分数是一切 我高中的时候 就读的是 处理自由班 我现在的科系是 医学系 我们所被教育的一切 都在教育中 我们要做 读书 而不能参与花样 这样子的活动 可是 真的我觉得 我在这边获得很多 我们都被蒙蔽了 可是 我很信心 我们能够完成这个梦想 我们都嘲笑乞丐 但是 谁才是梦想里真正的乞丐 是嘲笑的那些人 还是 努力去为自己生活下去的那些人 好 这是我 因为花样 我觉得我深根 看到了很多东西 那我也在大学的时候 终于跨出行政去演出我第一场舞台剧 还有英文话曲 然后得到还不错的成绩 因此我绽放了 而这朵最美丽的花 就是青楼剧芳 我很高兴 诶 我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叫青楼 因为大家看到这个词的第一个想法都是 诶 你是 牛 怎么吗 还有太子 所以 青楼是因为我们 斗六高中 是云林的 一所高中 那我们学校有绿城的美名 那绿城就是数很多 那所以取那个青字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 我们是高中生 一群刚出来的小朋友 那能够 这一株嫩芽可以发芽 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绽放的美丽的花 对 这是我们青楼剧芳 那很可惜 本来如果上礼拜来分享的话 就可以邀请大家来看 昨天晚上 他们 我学弟妹他们 他们在大学演艺厅的表演 那他们的表演 我在台下看 以一个学长的身份 回去看他们表演 真的很感动 从以前到现在 每一次每一次在淡水 看着观音山 双手合十 这样祈祷着 或是看着夕阳 然后在演艺厅那边 等待着观众入场 每一次每一次的感动 都是一次又一次很深刻 而青一蒙的创办人 于浩伟浩哥 他在昨天 把戏演结束了之后 把所有人交到台前 交到舞台的前缘 大家坐下来 他说了一句话 今天结束之后 大家离开了 就真的有可能 永远离开舞台了 但是 他希望我们能够永远记得 在这个舞台上所得到的一切 并且在我们有能力之后 分享给大家 有一句话 人生最可悲的 不是生无分文 而是没有回忆 那我觉得我在这里 真的得到了很多回忆 而他 浩哥 也在每一次 陪伴着我们的时候 给予了我们很多鼓励 因此我想要把这个 花样这个活动 分享给大家 而分享是一个 很重要的力量 但是都会被忽视 我也很庆幸能够认识阿峰 然后 阿峰哥 对 然后 就是有机会 然后因为焦点 我认识了 那个Cadex 那个 清华的那个 呃 陈毅群 对 然后之前有跟他们碰过面 然后我觉得我 越来越多的 分享的机会 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 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欢迎大家也一起来看戏 那 青少年表艺术联盟 在淡水演艺厅 现在 一直到27号 每天晚上7点半的时候 可以来看戏 那我们主题是教育 那 所有的免 所有的那个表演都是免费的 只要凭 一张 未过期的发票 因为我们可以做 跟公益合作 然后会做 快闪活动 然后来 替 那个 公益团体 所以跟院长 所以跟院长 院长还在吗 院长离开好可惜 就是院长 欢迎院长来跟我们那个 青叶蒙联系 可以跟那个院长 院长 好好好 可以跟青叶蒙 可以跟青叶蒙做联系 因为他们 也会 因为我们有了能力 有了这么多人的帮助之后 才能来 舞台上表演 那我也希望能够 借着高中生 还有我们自己的力量 分享给 回馈个社会 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